今天聊一聊这个 有朋友关心的这个法治问题 我们听到最多的是这个 法治 就是制度的治 和治理的治 这两个中间的这种区别 许多专家解释过 什么叫法治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 没必要再去谈它 因为它的区别 其实就是一个 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法治 制度的治呢 是指所谓的法律条文 后面我们说的这个法治 治国的治 治理的治 讲的是依法治国 中国其实不存在这个 两千年来没有产生法治的 这么一个问题 你好 你好 那么中国历史上呢 它其实一直是有法治的 这个法治呢 你好 其实很麻烦 不太可能每天直播 因为没有话题呀 我不知道观众 想听啥 那个这两天 可能还会持续两天 下面可能还有两个 比较明确的话题 剩下来就危险 那么中国其实存在的呢 是一个法治和人治 之间的关系 要说中国两千年来 没有产生过法治 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 我们现在经常 夸赞的一个国家 是新加坡 其实它也是一个 言行俊法的一个国家 很多人知道一个 秦草的这么一个法律 叫什么呢 叫行弃灰于道者 它要经面了 就是在脸上给你刻字 是吧 你要从根上道呢 其实这个行弃灰于道者 还不是秦草法明 就不是桑香的问题 它也是三境变法 带来的一个产物 它是殷桑的法律 叫行弃灰于接者 就是你把垃圾倒在马路上 它就得处罚你 探过论语的人 我相信都知道 这么一个典故 现在很多人呢 那张官李戴的是吧 什么时候出名呢 秦草最出名 所以他就以为这是秦草的法律 是桑香搞出来的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 现在我们在内地看到了很多城市 那么二三线城市啊 就忙着搞那个 创建文明卫生层的 他其实都有这个规定 是不是 你把垃圾倒在马路上 他肯定得罚你啊 对不对 只不过他不在你脸上克制了 中国呢 历来是有法可依的 他只是说这个法律 针对的是谁 我们现在讲吧 就现在 那是最明显的 大案呢 他所谓的讲政治 中案呢 看影响 小案 他就跟你讲法律 说白了一句话 这个政权 他来位不正 就得来得来的不是正义的 所以他就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从这来的 从跟上倒还是政权的问题 当年 他欺骗了国民 他说他要建立一个 没有压迫 是吧 人人平等 很美好的这么一个新中国 所以呢 当年中国人民 算是选择了这么一个政权 因为以前没玩过呀 对吧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 是不是 在国际上当时也挺时髦的 最起码一点 就跟着上有一点 美苏在二战以后 他划分了一个势力范围 亚尔塔会议 他其实就决定了中共 在内战中极有可能获得政权 因为美军断绝了对 蒋介石政权的军援 是吧 你美式装备 你没有炮弹 你这东西全火力输出的时候 你没炮弹了 你怎么打 你打不过人 是不是 完了日军呢 他又扣留了一批技术兵种 从那个飞行员 一直到大炮的这个操作 是吧 中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培养炮兵 他是抓来就用了 当年呢 他还搞了一个土改 就他把地分给农民 是不是 你说你不帮着共产党 你帮着谁啊 你帮着国民党 帮着国民党 恢复了 全面的管理之后 你分下去的这些土地 他得拿回来 他得收归国有啊 收归原来的地主 或者产权所有人 那么你分的这个地 你不白忙了吗 所以当年呢 中共为了获取政权 他对全社会各个阶层 你好你好 都在撒谎 他是这样搞出来的一个政权 你现在让他全面法治 怎么可能呢 法律制定的呢 已经很完备了 现在我们知道地方 有一些社区的县 是都可以自行立法的 是吧 你在上海 他就有一些政策 你凭着这个身份证 户口本 社保卡 你有工作 是吧 你是上海居民 你30万以下的车随便开 是吧 零首付你就可以开回家 你外地人可能吗 那不行啊 你开一奔驰 他也不给你上高架 是不是 就如果你是外地牌照的话 你在广州骑摩托试试 对不对 骑电动车试试 那电动车是你生产的吗 不是啊 他还是中共允许的 有合法生产资质的 这些厂家生产的 但他就不给你开了 是吧 你敢开 他就敢一脚 把你踹在马路上 你给车压死 那你的事 他现在就这样跟你执法 法律是他定的 就国家层面制定的法律不算 地方也有立法权 所以你说中国没有法治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 它不存在 不仅呢 中国历史上有法律 而且呢 一直有一些忽审 你比如说 要 人人平等 就法律面前 他要求是人人平等 能做得到吗 从来就没有做到过 今天做不到 今后也做不到 中国它是一个人形社会 就中国制定的所有法律 他一直有一个贯彻始终的 这么一个概念 叫什么呢 叫得主行辅 他主要是用道德来教化外民 刑罚 是辅助性的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 搞不清楚这些分类的人啊 他老是在想 他在想中国历史上 好像就没有出现过法治的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呢 导致了今天的无序 他其实不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新朝 他刚刚设立的时候 他往往为了获取全国的稳定 为了获取民心 他是严格地执行了一些法律的 就包括添加的一些敬请署 是吧 你不管是王子也好 是吧 这皇室也好 还是这个外戏也好 他都得遵守 被举报了之后 他也得处罚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 权贵就开始倒腾法律了 把他搞成一流皮糖 就是明确地违反了法律 他也没有成处 这种情况越到末世 他发生的越多 这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末世乱象 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强猜 是吧 那么你觉得你应该相信什么呢 你现在没这东西可以相信 但是你要回归到唐朝 他就不是这样 别说强猜了 你就卖个房子 三天之内 你还可以毁落 我反悔了 我不卖了 我把钱退了 我找这个中间人 就是他要里长 是吧 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 可能是村民小组 或者社保主任 居委会 那么这一类的 他帮你做中间人 证明人的 你找到他 你说我不卖了 我退钱 三天之内 你能把这房子收回去 这是合法的 大唐律明文规定 那么你看宋朝呢 尤其是北宋 北宋那个皇宫 他起步 只是一个周牙 所以他非常小 宋朝的皇帝 一直想把周边的 民宅或者商铺 买下来 把皇宫扩建一下 一直到北宋灭亡 这个皇宫 皇宫他也没扩建了 是吧 人家不慢 人家不慢 你就得扛着 憋着呗 对不对 这还是皇室呢 明朝 宋朝开始吧 相归明约 就比较重要 相归明约 你要往跟上倒 应该能倒到周朝 是吧 周里里面就有这一段 那么到了宋朝开始 形成了正式的文本 那么明朝也是 对相归明约很重视 这次变革呢 一直到清朝开始变化了 他把这个相归明约 变成礼部来管辖的 一个部分 这就麻烦了 是吧 他把这个中央的意志 贯彻到地方 贯彻到乡村 所以相归明约 从清朝开始 他就已经变味了 他原本呢 国家的法律 分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到县 就我们经常说的叫 王权不下县 就中国的皇帝 他只管到县 县以下呢 是靠乡生 氏族 就宗族 和这个相归明约 来自我约束 那么中国现在 也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看到 中国现在是一个 无序的状态 很多法律 被政府 实实在在的 践踏 是吧 就我们经常看到的 这个维权 这个上访 其实都是这个问题 上访你要 往前倒的话 这历史太长 是吧 你到先情 都能找到根 那么你最主要的 可以借鉴的呢 是武则天时期 是吧 你不仅可以上访 而且沿途 官吏 意在 还得保护 上访的人 你好 中国现在执行的 所有的政策 它所有的败坏 是从这个权贵开始的 最近30年 最大的一次变化 来自于康华 它不仅培养了一批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些大款 而且也培养了 地方官员 践踏法律的 这么一个起点 很多人 很多人他背后有着权贵的支撑 他就可以违规的进行一些操作 这违规还是说的好听啊 其实说白了 他们都是违法 没看懂 啥一啥 农民 你别开玩笑了 那谁 毛泽东也不是农民 邓小平也不是农民 是吧 中共早期领导人 出生于农民的 很少 是吧 确实很少 毛泽东的爹呢 发行过股票 就是小范围的 他属于那种 借据一样的东西 他不是开公司发股票 有田有地 娶了个老婆 还是文天祥的后人 是吧 文七妹 所以呢 你把这个 毛泽东看成这个农民的孩子 这是不真实 是吧 你邓小平更别说了 邓小平的爹 据说是一民团的团长 是不是 他完了之后 邓小平一辈子 好像也没回过家乡 他应该是被 宗族开除的 据说他从小比较叛逆 是吧 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喜欢上了 他的小妈 完了以后呢 被家族赶出家门 这东西 他是五年回宗祠的 也站不回去的 中国传统来说 是吧 你别说调戏小妈 或者跟小妈 自由恋爱了 那么淫乱母婢 都是违反中国的道德传统的 就是母亲的侍女 你都不能跟她谈恋爱 是吧 这个例子很多嘛 是吧 万历的皇子就是 他的太子就是 他跟李太后 就是他生母公里的一个婢女 侍女 那么他们俩 营造出来的都没孩子 是吧 为了娶她 很多大臣还去劝谏 是吧 他都不好意思承认这个事 要是没有起居住 给他住民的话 可能他这个孩子 他都不认了 所以呢 你不要说 不要听说 不要听说 他说他是农民的孩子 他不可能说 他是还乡团 团长的孩子 对吧 这东西与政策 与宣传不符 所以没责 这些东西 你不能这样看 那么 中国历史上 他一直是有 依法治国的 这么一个口号 因为中国历朝历代呢 他宣传的是 以人孝治国 甚至我们经常说的 古代男女不平等 是吧 你说你说一个男人 你可以娶好几个老 其实不是 这都是 就很多人 他对这个东西呢 他不太懂 中国历来是 亦夫亦妻 多疼妾治 它是这么一个概念 妻和妾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完了以后 夫妻它是平等的 不仅平等 它还细化到产权 就是妻子带来的嫁妆 属于妻财 就妻子的财产 如果两个人合离 就是离婚的话 妻子是有权 把嫁妆带走的 就现在有人知道吗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你们都觉得好像中国历史上 没有法治 没有规章制度 都说没有这些绿条 或者说没有 一个依法治国的这么一个理想 或者有那么一个概念 不是 现实不是这样 其实很多人现在批评中国的时候 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呢 它只读简化字的一些东西 而且出了校门就把书扔了 它也不愿意再去读书 你一说科学 民主 自由 平等 它跑得比兔子还快 只要人翻译成中文的东西 不管是哪国的 它都喜欢 读两篇 完了之后找两个新词 他就开始自以为他是上等人了 那么对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 中国历朝历代的这些点集 有人关注吗 可能很少 有这个爱好的很少 至少我看到的不多 所以他们问的问题呢 很奇怪 听起来很可笑 就像溜冰一样 那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溜冰的快乐 是不是 你又不会溜冰 我能倒溜呢 是不是 你就觉得溜冰 溜冰这东西 就是 就不是一好事 要不就是勾当男女朋友 要不就是能摔死人 摔伤 乞丐股半月板摔伤了 你听的新词确实不少 但是这跟你亲身得来的经验 他完全是背道而驰 你又不愿意读书 又不愿意跟古人 去做这种交流 那么完了之后 你就觉得中国人 中国历史 中国法治史 没有 那得 你说没有就没有呗 对不对 跟你变不着啊 我根本没有赢的机会 是不是 所以呢 没有必要探讨 有很多人在油管 对我直接就上来 上来就蹭的 我也见到过 你看我从来都不变 对不对 你跟他怎么变 你变不着啊 那你跟他谈的过程中间 他一直有这么一个概念 他就觉得你是错的 那我就错的吧 你永远正确 好吧 慢走不送 是不是 我又没欢迎你来订阅 对不对 你可以选择不看 你觉得骂我 骂我有用吗 骂我也是帮我宣传 犯不着 会让很多人 不需要你不用这么担心 其实呢 我的观众很小众 无所谓这个教化问题 我也没考虑过这些事 我只是想告诉人们 说中国历史上不存在法治的 这个思想是错误的 因为你没有专门去看这些东西 那不要说你去背了 是不是 历朝历代 他都有自己的规章点击 那么没有法律文书 没有法律条文 没有法律制度 自己一个国家 可能吗 任何一个国家 他在管理的过程中 都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 这是很正常的 你包括现在中共 它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东西 虽然说 它的法律 尤其是宪法 它是做给外国人看的 它是为了 加入民主社会 或者说现代国家的行业 所以它深造出来一个 宪法 宪法早就被他们自己所违背了 依法治国呢 一直是一种理想 为什么说是一种理想 中国历史上 没有一个王朝 他是想破产的 他都是维持不下去的 就是什么呢 就到王朝的末期 他存在一个励志败坏的问题 就治国 他其实就是治利 那么你官员 这个官僚系统出问题了 你这个国家你想长久 他也长久不下去 因为每一个官员 他总是把自己能获得的利益 要视同为高于国家利益 不一定他都是要违背这个国家的法律 他往往是什么呢 他卸政待政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手不沾血 他不做事了 他不作为了 对不对 你上级有一个意图 他不执行 或者他给你慢办拍 每一个环节都慢慢拍 最后形成什么呢 叫政令不出中南海 是吧 这个我们已经见到过无数次了 那么 现行中国的法治现状 几乎你不能看 就你拿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来对照 他都是有问题的 就问题很大 已经大到什么呢 就无法去正面解说了 你比如我们现在看到最多的 就是律师被抓的这个709案 是吧 谈到中国的法治 你任何人 你都跳不过这个坎 你把律师都抓了 能给他辩护的律师 他也给你暗图索记 一个一个给你抓来了 你这怎么搞 全国的律师 为什么敢站出来 就这么几百个呢 因为现代的人们 他已经很惜命 很牺牲了 很少有人 愿意为了群体的利益 而放弃个人的自由 中国需要的呢 最主要的还是法治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依法治国 你有一个规章制度 你就按照他执行 你别给我们搞这么多流皮糖 是吧 太弹性了 谁也受不了 你遇到一个官员的孩子 或者说他的亲属 犯了法了 你就不追究了 或者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 板子打两下 拍屁股走人了 你前面说判他五年 一年不到 你就看他出现在澳洲了 出现在加拿大了 完了 这些东西上行下效吗 是不是 我们看到许多的二代 最出名的甚至是这个 邓志芳的孩子 他是在美国的土地上 出生的 那完了邓小平说 我的孙子就是中国人 他就中国人了 你有办法吗 他现在当不当官 我不知道 但是他拿中国护照 就很奇怪 是不是 你一出生在美国的 美国公民 你一不留成 你就到县里面做 团委书记了 合你吗 合法吗 中国现在开两会的 这些代表 有几个还是中国国籍 我不知道 但是从法理上来说 他们都是中国国籍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些权贵 他们很聪明 他们即便注销了中国国籍 拿到了美国国籍 他们也会拜一个香港居民的身份 香港现在是特区 对不对 从法理上来说 它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它是承认双重国籍 包括中华民国 那么你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人家在颁发护照的同时 能够承认你有一个香港身份 那么中共呢 它就反过来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承认一个国籍 那么你香港公民的身份 就证明你是香港人 至于你说你还有其他护照 我没看见 那我就视同为 你就是中国人 它就合法了呀 对不对 现在的法律 当权者就是这么难 你说哪天要是 美国政府派一飞机 跑到人民大法堂 你正在开两会呢 是吧 他来一个飞机 完了之后 税务局派人来了 他来追缴 美国公民在华收益 没有交税的部分 要求他们去美国国税局 接受质询 我相信人民大会堂 能走掉一半的代表 这种事件 我们就是比较荒诞的 设想一下 你觉得习近平 会感觉到辣漫吗 他会觉得 我少了一半的代表 投票不合法吗 不会呀 对不对 他会跟他所有的助理 会心的一笑 当然那个助理 剩下的几个我不知道 就我们打个比 他会感觉到 这哪是来追赛的呀 哪是来查岁的呀 这是给我们疼位置呀 对不对 我又可以选拔 一百多个官员 是不是 我得给他们提吧 你开开玩笑 你这种轮换来说 你要提拔多少个岗位呀 他得牵动 多少人的官位变化呀 有多少人会给我送礼呀 对不对 在政治上向我表态 向我效忠啊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嘛 中国现在的问题 它不是法治的问题 也不是历史上 有没有法治 就两千年来 有没有法治 这么一个问题 而是这个政权 它已经不敢怎么宣扬 为什么不宣扬呢 首先 政权得来不振 在治理的过程中 现在出现了绝大的问题 就是所有的官员 他已经在不停地践踏法律 你还能奢望他做什么 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下 谈法治 其实意义不大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做一次洗牌 把目前存在的这个权贵集团 给它赶出中国 中国历朝历代 没有出现过这么腐败的政府 就这种政权 中国大多数情况下 你知道官员有多少吗 官员加上利 不过四十万 现在有多少 现在有七千万以上 中国从来没有供养过 这么多官员 你想幻想他们改革 说是公开财产 平反六四 取消这个垄断 可能吗 根本就没有改良的土壤 中共最后一次有可能的 和平转型 是在八九年 今后中共想作为一支政治力量 活跃在中国今后的 政治舞台上的可能 已经没有了 所以既不要盼望改革 也不要盼望在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能够实现法治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 应该关注的问题 好了再见 祝大家晚安